Guten Tag, herzliche Willkommen in unser Kurs Passport Deutsch B2 大家好,欢迎来到左边德国 B2的课程 Hallo, guten Tag, liebe alle, hier ist Margit Es freut mich, dass wir wieder zusammen Lektion 8 lernen Das Thema von Lektion 8 heißt Missen und Können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Margit老师 很高兴呢,我们今天又在一起 我们开始了Lektion 8的8课的学习 那大家呢,可以看到Bitte Seite 92,92页 那我们这一课的Thema呢,叫做 Wissen und Können,知识和能力 那究竟什么叫做Wissen,什么叫做Können呢? 一般来说的话,Wissen bedeutet die gesamtheheit der Kenntnisse auf einer bestimmten Gebiet 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说Wissen指的就是知识 那它指的是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客观世界的成果 那它可能包括事实、信息、描述 或者是在教育实践当中获得的一些技能 有关于理论的,也有可能是关于实践的 而Können是什么意思呢?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说Können heißt die besonderen fähigkeiten auf einer bestimmten Gebiet 翻译成中文的话呢,我们一般把Können 会翻译成才能啊、能力啊、技能、记忆 那么这是呢,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了解了我们这个题目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接下来的话,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下 Bitte seit 93 页 那么93 页的右下方呢,大家看到一个粉红色的框框 那这个就是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Was können wir in diese lektion lernen? 我们将在第八课当中学习的技能有哪些? 首先第一个,im radio informationen aus nachrichten und feature sendungen verstehen 那这个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意思了 我们在前面几课都会接触到 也就是说,我们要听懂广播中的新闻 或者是人物装返的内容 大家都可以注意到,我们其实在每一个 lektion当中 我们的听力部分的比重占的是蛮重要的 大家如果真的是具备了Bit 2的这一个水平的话呢 应该说听这种听力,就是听装返啊 应该是问题不要太大的 好,第二个 sich während eines gesprächts oder einer präsentation notizen machen 这个的话也是在我们前面的几个课当中 我们也是需要大家具备的技能 也就是说,学会要在谈话 或者是在演示会的时候呢 我们要学会做笔记 我记得我们曾经在第六课的时候吧 我们还专门学会了 wie kann man richtig notizen machen 接下来 这个指的是,我们应该要理解文章当中具体详细的内容 也就是说大家在阅读过程的时候 应该知道这篇文章 在这里呢,有一个词组叫做 unterworten auf,也就是说针对什么样的回答 那明显这个是针对某些问题的回答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针对自己的专业 或者说是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呢 你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 你可以给出合适的回答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也就是说能够清晰具体的描述不同的题目 下一个 die Hauptaussagen von klar auf geboten vertigen reden und präsentationen festing 那同样的 它指的是,希望大家呢 能够理解,比如说讲座啊 演示会啊,或者是演讲当中的主旨内容 因为有一些呢,它会很长 那么我们人的这个注意力 而且我们又是学外语的人 那么我们的注意力 其中可能也不会是持续的时间那么长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疲惫 那所以说这一点呢 只是针对一个要求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听懂 到底它这一个讲座 或者是它的演讲 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就可以了 下一个 eine vorbereitete präsentation gutverständlich vortragen 那刚才呢 我们是要听懂别人的演讲 那这个呢,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你能够有准备的做好一次演讲 也就是说,你能够清晰的讲给别人听 让别人能够听懂 接下来 in correspondence de wesentlichen ausagen festin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交流当中 你能够理解主要的信息 包括口头的 或者是书信email等等 你都能够明白主要的信息就可以了 下一个 zu argmeine artigen oder beitreigen eine zusammenfassung schreiben 那这个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技能 也就是说呢 我们能够对文章进行小节 因为文章可能很长 那它到底在讲些什么 它的主旨内容是什么 我们能够进行一个小节 把它的中心内容提炼出来 下一个 在这里呢,我们的词组 meinung äußer 表达意见 整句话的意思是说 能够书面清晰的 表达内容 以及自己的意见 下一个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你能够理解文中的信息 态度以及论点 到底这篇文章 是持有的中立呢? 还是支持或者是反对? 那它的论据分别有些什么 都能够理解 接下来 在这里呢,有一个词 叫做abstract 是抽象的意思 actuelle 现实的、实事的 那么也就是说 能够谈论现实的话题 或者是抽象的话题 并且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 以及观点 比如说 发生了什么 现在的新闻啊 你都能够及时的 针对这样的新闻 做出自己的表态 或者发表自己的言论 接下来 Infianzing Informationen Inreportagen Interviews OrderTalkshows Vershting 值得是你能够听懂 电视上的反弹啦 报道啦 或者是脱口秀的节目 最后一个 In einer Diskussion Der Argumentation Vorgan Und Herfor Gehobene Punkte In Detail Vershting 在这里呢 有一个形容词 叫做Herfor Gehobene 意思是强调的 那么整句话的意思是说 能够明白讨论当中的辩论重点 那么总的来说呢 就是在这个Lektionacht当中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主要内容 就是你能够对一篇文章 或者是一篇听力 不管是书面的 还是听到的 这样的内容 你能够呢 对他们的主要内容 进行理解 能够进行总结 然后呢 发表自己的态度 或者是观点 然后也可以同样的 按照这样的方式 让别人听懂自己的意思 好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首先了解了一下 Verskornen via indeselektion 量能 我们在这一课当中 能够学到的技能 或者说我们需要 掌握提高的技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请大家跟我一起 我们回到92页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92页最上面的彩图 这个彩图呢 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上面有很多描述的一些 比如说河流啊 或者是商风啊 但实际上呢 它却跟我们的学习 知识能力是相关的 有很多这样的词汇 那我们接下来 就一一的了解一下 这样的一些词汇 Was haben so she will mit wissen und können zu tun 那跟我们今天的题目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好的 那么首先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幅彩图的左上方呢 我们有几个这样的词汇 需要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 第一个叫做 Ausbildungsinsel 第二个 Fähigkeiten 第三个 Fotbildung 第四个叫做 Weiterbildung 那么首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 就是刚才讲到的 Ausbildungsinsel 那insel这个词呢 大家熟悉了 叫做岛屿 比如说我们的海南岛啊 海南insel 那Ausbildung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一般来翻译的中文是 职业性的教育和训练 也可以呢 指这个学徒时期 这个是Ausbildung的意思 而Fähigkeit呢 我们中文翻译成的是 能力 才干 用德语来解释的话呢 指的是 Mann hat der Vermögel etwas zu tun 就是你有一种能力 去做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的 能力 才干 那第三个词呢 叫做Fotbildung Fotbildung的意思 用德语来解释的话 它指的是 Die eigene Bildung weiter zu entwickeln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进修 深造 让自己的这个教育 得到更好的 充分的发展 这叫做Fotbildung 那么 Fotbildung的意思是什么呢 用德语解释的话 它指的是说 Bedeutet Die Ausbildung 同样的我们翻译的话呢 也是说 进修 深造 但呢 它一般强调的话 会是你职业上的 专业上的 一个继续的进修 接下来呢 我们会看到 这样的一个词 叫做 Gedächtnis Hügel Hügel的意思呢 是山丘的意思 Gedächtnis 我们用德语来解释的话 指的是 那我们德语的解释呢 指的是说 有这么一种能力 那么它能够将 我们的一些知识内容 把它存储起来 保存起来 然后呢 到时候需要的时候 再把它调出来 激活 那么我们用中文意思 翻译的话呢 Gedächtnis 就是我们所说的 记忆力 记性 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的 叫做 Watt der Wissenschaft Watt 我们翻译的是 森林 那么Wissenschaft呢 我们指的是 Ein beguindertes geordnertes Wissen 也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是 科学的意思 大家往下面看的话呢 还会看到 Z der berufung berufung是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一种 Besondere befeigung die jemand als Auftrag in sich führt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天职 使命 那在这里的话呢 比如说 Er führt die berufung den kranken zu helfen 那么意思就是说 他感到 富有帮助病人的使命 这是一种使命 berufung 下面呢 大家会看到 有一个词 叫做Motivation 那这个词的话呢 我们用德语解释 指的是说 Gesamtheheit der bewekkuinde Ein flüsse die eine unterscheidung Eine handlung beeinflussen oder zu einer handlungsweise anzureigen 那意思呢 我们在中文当中翻译的 就是动力 没有这样一个动机 一个缘由 你会做出一些决定 你会采取一些行为方式 这个就是我们叫的 Motivation 动力 动机 接下来大家看 这个旁边 就是在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Fotbildung 继续深造的 这个词的旁边呢 你会看到 有一个叫做 Motivation Motivation 这个词 是个中性名词 指的是沼泽 那么Einzion 是什么意思呢 那用德语解释的话 它指的是 Geist und Charakter bilden Und seine Entwicklung vorder Oder zu einer bestimmten verhalten anleiten 那它指的是 塑造一个人的精神 灵魂和性格 然后呢 促进他的发展 或者是培养他一定的行为方式 那用中文解释的话呢 指的就是教育 教养 这叫做Einzion 之所以给大家用德语再解释一下呢 我相信是对这样的比较抽象的名词 能够更好的理解到底德语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用中文解释的话呢 它会产生一些类似的奇异 或者说近义词都差不多 很难区分 但是如果你用德语解释的话呢 你会清晰很多 好 这是刚才讲的这个Einzion 那么接下来大家会看到一个词叫做Stress Stress这个词我们指的是什么呢 Bedeutet Belastung Suisischer Oder Fusischer Art 那指的就是身心的压力 身体上的 或者是心理上的 好 那么接下来大家往下面看的话呢 你会看到有一个叫做Eierkentenis Gebirge 这样的一个词汇 那么Gebirge的话呢 大家比较熟悉 它是一个中心名词 叫做上脉 那么Eierkentenis 我们用德语解释的话呢 指的是 Durch Geistige Verarbeitung Voreindrücken Under Erfahungen Gewonnene Einsicht Auch Fähigkeit Des Erkennens Oder Des Erfassens Der Außenwelt 那么Eierkentenis 我们用德语来解释的话呢 它指的是说 你对于你所获得的一些经验啦 或者一些印象啊 然后你自己进行一个人为的 精神上的在此加工 获得的一些对于事物的认识看法 并且呢 它也会指 你是有这样的一种对于外界事物的认知能力 所以我们在中文当中翻译的就是 认识理解 或者是一种认识能力 是一种对于外界事物的认识看法 是一种对于外界事物的认识看法